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这样的一种 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这个两个竖线 两个钉子 可以看作是两个钉子 从这里开始走 走到A 碰到钉子了 好 那么翻回去 它实际的演奏效果就等于 A B C 再来 A B C 这是第一种 其实呢 跟它一样的呢 也算同一类吧 跟它搭配使用 就是出现另外一个 比如说 A B C 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这儿它又出现一个 写的有点小 我们重新写一下吧 就是跟它搭配使用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从这儿走过来 因为这是背对着钉子的 所以走到这儿的时候没有关系 走到这儿 碰到钉子了 它需要掉头 掉头到这儿的时候又碰到钉子了 所以再掉头 那么这钉子呢 你刚开始是这样的 撞一次弯了 再撞一次又弯了 所以它 它的实际演奏的效果呢 是 A B C 碰钉子 然后 B C 这是这样一种 这种也是相当相当常见的 其实是一种啊 基于这种的前提下呢 我们再加两个矿 比如说这样的 我们加了两个矿 这个在这个的基础上 你前面如果再加的话 也可以参考 我们重点是说这个矿的作用 这呢 我们简单的可以理解说 这是第一段 这是第二段 也就是说第一遍的时候唱这个 第二遍的时候从这儿接 那么它实际的演奏效果是什么样呢 A B 然后碰钉子 再反复 A 可是 接下来的B呢 就跳过去了 这个E 因为你第一段的时候 已经唱过这个B了 所以跳到第二段 这个时候接C A B 碰钉子 回来 A 然后呢 把E跳过去 C 这个叫反复跳跃这个框 然后呢 这是用符号表示的 还有一种呢 是用字母表示的 像这样的 像这样的 A B C 这里写D C 像这种用 这个往往是在后面 这个为什么写两条竖线呢 就是说它叫中指线 这个一般写在曲子的最后 像这种符号呢 像这种符号呢 D C 它就表示从头再反复一遍 所以它效果是 B C A B C 我们前面这个都没有写双速线 前面都没有写双速线 也就是说它可以出现在曲子的当中 而这个呢 双速线是表示 乐曲的终结 所以它写在就等于是 乐曲的最后一小节 最后一个字唱完了 跟它还有一个配合使用的 这个字母呢 跟它配合使用 这个时候表示 从从头反复到这个地方结束 也就是说 它实际的效果是 A B C 然后反复 A B 到B这儿 它已经出现双速线了 那么就说到这儿就结束了 我们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小 前面的擦掉吧 我把前面这两种简单的擦掉 跟这个比较相似的呢 还有一种这样的 A B C 我们再写一个吧 D 有一种比较相似的 D S 这个D S呢 跟D C 它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可以用拼音的办法 给它区别一下 C 从 从表示什么意思 从头开始 其实人家不是拼音啊 我只是这样记 方便记 应该人家是英文字母的缩写 从头开始 这个S呢 找什么呢 就找S 它会有这样一个符号 S一个斜杠 然后两点 它跟这个是搭配的 当然它也可能搭配这个 FINE 表示结束 那么它实际的效果等于什么呢 A B C D DS S找S 就是说从S的地方开始 C 然后呢 到哪呢 到FINE的地方结束 所以C就结束了 那如果 如果你这个 这个符号写在这呢 这里就是 B C 就完了 也就是说 它表示 它表示从头开始 它表示从S这个地方开始 还有一种 就是有网友也在我的留言下面问了 说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搞工程的朋友 他们 那个符号写的像一个管路的直径 那个符号 那是什么意思呢 啊 我们就说说这个 地方有点小啊 我们再擦一靠 这个简单的都擦掉吧 A B C D 比如说D C 我们用C来 然后呢 还让它从这儿结束 然后这儿 这个东西就是 那位朋友说的 像这个管路直径的这个符号 这个我们俗语叫王八盖子啊 俗语叫王八盖子 那它表示是什么意思呢 等于D C 从从头开始反复 反复到这里结束 反复到这里结束 那么这个中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反复的时候 把这些省略掉 去掉 所以它等于 A B C D 反复 A 然后一看 B之间 这两个中间的东西 要去掉 直接加C 结束 这就是这个王八盖子 就是这个直径这个东西 它起的作用 中间省略掉 就把中间调移过去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几种反复记号呢 是在乐曲当中用的比较多的 然后呢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看这个DC DS的这些 用字母表示的这些 就相当于 那个加减乘除 运算的里边的加法 然后那个 我们擦掉的那一部分 就是带钉子的那一部分 相当于乘法 也就是先运算它 那个属于一级运算 先运算那个 然后再运算这个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大抽体 这个是大抽体 那个小的呢 是小抽体 你打开以后 它里边还有 我说的有点糊涂了 也就是说 如果在一个曲子里边 既有竖线带点的 又有这种字母的 那字母的呢 它级别更高一些 就是它是一个更总体的 我们举个例子吧 我们举个例子 把这个插掉 比如说 A B C D E F 差不多 然后这里 D C 这里 F N E 然后 这里 哪一个 从哪里呢 从这里开始 D S 比如说这样 既有D S 这个S 又有这个C 就是带钉子的这个 又有这个 那这个时候等于什么呢 它首先 从开头 A B C C反复一次 D E F 有没有看出来 它是先用算的 第一级 然后 D 然后D D S 从这里开始 B 然后又C 又C 然后D 结束 也就是说 它的里面 还是包括它的 这个例子 这可能有点难了 大家可以 DS不一定是双输 但是这个Fy 一定是双输线 DS有可能出现在 乐曲的中间 某一个部分 比如说它后面 可能某个小节 又出现了DC 也是可能 好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 哪儿没听明白的 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你点赞 关注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